谈轩现在盈利102万8千美金 桌子上一共的筹码是162万8千美金啊 看看这期节目谈轩能不能赢到200万美金 龙哥来到了牌桌 龙哥是这个桌子上最稳健的牌手 感觉龙哥得凶一点啊 有点太老实人了 老实人 打牌不能太老实了 老实人接盘 原先女的老爱说找个老实人 现在好像说的少了 因为这个词好像被别人一味儿拿出来说 然后现在好像很少有女的说想找个老实人了 发牌兄弟 凑合凑复得了 小蜜蜂啊 那个是蜜蜂呀 应该是个蜜蜂是吧 我上次看见 飘出来这个衣服 龙哥这个衣服 怎么感觉有点 说实在的 有点看着那什么 就是 那种剪的衣服 看着不是很那个 很高端的感觉 有点那种感觉 但这种衣服 你看看 又会觉得 很高端 然后乍一看去有点像 就是稍微我的感觉像顿布似的 那个条似的 但是你仔细看看 他又是 蛮有艺术气息的 艺术感的 艺术感 来看看这手牌 谁都没有货色 最差的位置中张9 打一枪看看情况 保护一下9 哦 桑托斯也是一对酒吗 现在是桑托斯踢脚不行啊 啊 不行 那个公共踢脚K啊 9933K 平分啊 拆克拆克了 哦 下个阻止住吗 靠啊 下个阻止住 怕最后被偷击啊 谁下的阻止住 应该是Nagy下的阻止住 就前位的人 怕他过牌 后位的人 打个中住 然后你分不清 他是有K还是 偷击啊 所以他这里边下了一个阻止住 像这种情况又能下阻止住 下一个阻止住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特尼G老板现在应该输的挺多的 他说他和谭轩打了一个70万美金的底池输了 反正是剩二十多万 二十八万吧 左右那会儿啊 有奥林跑马 对八输给对Q 特尼G老板现在输的挺多的 感觉应该至少输个有五十万美金 没看见特尼G赢什么大递吃 咱们来看看这手牌 谭轩瑞斯 印度赌神尻 来看翻牌 哇 印度赌神这么有 这么能中牌的吗 这怎么搞啊 谭轩现在打印度赌神很谨慎啊 感觉check好点吧 印度赌神要先打了 因为印度赌神爱尻 谭轩偷 印度赌神也很容易尻 谭轩面对印度赌神的时候 他很纠结 他不太好偷印度赌神啊 招阴带的 听英文解说说招阴带的死牌了 Q 这条街谭轩还会尻吗 感觉还有可能尻的 因为印度赌神打的 要跑九沟吗 觉得是九沟 跑了 因为印度赌神中八一对 我是怎么觉得呢 就是我说有可能考的是吧 因为印度赌神八一对 他这么打不太合理是吧 他八一对又怕死又怕Q 然后说合牌就中Q吗 合牌中Q 也太巧合了是吧 所以印度赌神一打 谭轩主要判断他有没有死 谭轩那个牌是能抓鸡的 所以我当时有点疑问 但谭轩 气的还是挺干脆的 我是没想到气这么干脆啊 印度尼西亚 印尼那边好像大公司也挺多的 但那边我看视频 但我说宗教就氛围挺浓厚啊 来看这手牌9Q 来看翻牌 Q56 Q一对 5一对 好 谭轩没有打 哎呦 发出K了 谭轩有点不太好打了 这时候9Q还是过好 这个牌面QK 我想都不一样啊 因为这时候这牌面 有很多买牌也会跟你 就是 谭轩打一个试弹柱还行啊 这个柱不重 就56QK都有很强的相关性 你这时候打很多买牌也会跟你 你看他 转牌打完之后 他合牌不好处理啊 就合牌很多牌都不好处理 而且有时候也要阻止住 印度赌神会尻啊 印度赌神有点怕这个牌 4000吗 又来这一手 印度赌神 瑞斯啊 那回是 又是瑞斯 谭轩每回面对印度赌神这种 瑞斯都是跑得很干脆啊 谭轩 找到一些打印度赌神的窍门吗 就是下阻止住 很轻的阻止住 印度赌神如果瑞斯 他大概率就是有牌的 因为印度赌神这个人爱靠 他不爱瑞斯 所以当你下一个住印度赌神 瑞斯你的时候 大概率他都是有牌的 我觉得谭轩研究过印度赌神 他两次对印度赌神这样操作了 一次下6000 这次下4000是吧 都是下那种很轻的阻止住 反正两次都是气排了 原来是研究了印度赌神 Tenkin说了 Fayonagi A9同色 瑞斯 6000 没有死拽到 看这个瑞斯的尺度 就是没有死拽到 尽 四人底持 咱们来看看翻牌 58A 哎呦 58两对啊 哦 印度赌神尽一下 印度赌神喜欢尽啊 负牌负牌 哦 这也要尽吗 淘尼这也要尽吗 没位置的底队也要尽 这往后打这个底队也非常难打 还要再打一下吗 这张6和58的关系比较大 这里边 这要打我觉得也不是不能打 打个4万左右 3万5 反正打过都行啊 因为这里边我觉得A9还是大概率是领先的 因为这里边A5还是同色的 你知道吧 我就是有点不想让别人摆买牌 你知道吧 就这个面吧 但你过牌控制也行 毕竟这个面挺危险的 568是吧 这面挺危险的 这时候我觉得过A9过比较好啊 这个时候 和牌三人桌是吧 A这时候 不是很有底气啊 其实转牌我觉得打过都行 但和牌过一下比较好 真的你打被别人瑞斯了 说实在的你还得弃牌啊 把你过牌可以观察别人的下注 观察别人的动作行为 收集信息之后你再做决定 你不下注别人在那个底时下注 其实你也有更多的空间来call 其实德州普克就是在每条街 你做出最合理的动作 我每次分析都是站在他们的第一视角 我分析 争取分析出一种最合理的行为 最合理的动作 你知道吧 就是大概这样啊 你像就是他在枪口位是吧 枪口位 就是这牌 他位置还不错 但可玩可不玩吧 A4也是 在C位 但入池 我觉得有A还是瑞斯入池比较好 C位还是值得玩 这把有死拽抖 因为第一个行动 我觉得是枪口位 你知道吗 我刚开始有点矛盾 我一看又是C位 就有点那什么 好了 这手牌第二本 这手牌稍微有点乱 哦 谭轩Q3瑞斯一下啊 谭轩这手牌 这是有点强底时的意味 这牌真的不打地啊 还有最好的位置 利用这个位置抢一下 印度赌深五六call了下来 这个牌印度赌深不好call的啊 谭轩 这里边可以打个半持这样的柱来投机啊 反正这里边一个是你下注重 给别人足够的 就是他很有可能 强能弃牌啊 然后你还有足够的空间 翻牌打完之后 你转牌再采取行动 你知道吧 因为这个八九十 转牌也很可能很适合投机 反正你翻牌 这个柱足够吓唬走对方 然后也足够试探出对方的牌力 你知道这里边你如果下个轻柱 别人跟你的范围就太宽了 你根本就分不清 他拿什么牌跟着你 就是咱们下注就是上手牌 谭轩我觉得他当时最好的情况就是下一个半持 是吧 他各方面综合 还有以后的空间 如果翻牌下太重了 是吧 你转牌你就不太好行动啊 84肯定玩不了是吧 这把没死抓一斗 千口 上把有死抓一斗 为什么是COA行动 是少弄个人帽 上把 上把可能有个人没给镜头 给镜头A4可能是我看错了 因为我觉得A4可能是HG位 你知道他一上来是COA我就有点说的蒙全了 你知道吧 其实HG位和COA还是差距很大的 在这个六人桌 所以这位毕竟是六人桌 有死抓一刀 他就是第一个行动啊 就千口味 摄像机不错吧 我先买个摄像头 就是这小型的这种摄像机 一个三脚架 上面带个摄像头 这个是放大版的 看着更 更那什么 大气了 来看看这手牌 翻牌 30S 高七是方片啊 不是红桃 转牌 转牌一张Q 哇 Tony G 顺的 但是不太好拿价值啊 这手牌 能赢来能拿到A4的价值 是吧 印度赌神的A4更好拿啊 不过 不过这个不好的 盒牌再拿价值不好拿 发入张四吧 四A4 没有 七还行啊 和10AQ关系小 看会不会支付吧 这条街不是特别好说 我感觉印度赌神会考 首先印度赌神这个人爱考 其次七和A10Q的关系 哦 不是红桃起 红桃西 还是考吗 还是考 还是考 我刚开始没看见这个红桃 你知道吗 但想想 其实我要是没看见这个 就买花到了 其实咱们的判断是吧 其实就是非常准确啊 就是花到了 印度赌神还是考 就是印度赌神 这人的特点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还有一点是排桌上的情况 就桃尼基现在输的特别多 他输的特别多 人们就会觉得输的多的人 他情绪会有波动 他会容易做出激进的行为 是吧 这个还有个排桌的情况 反正这把可能就是 印度赌神 觉得桃尼基这把牌打得很击劲 他在偷鸡啊 或者他有点情绪化 是吧 加上A 又能call 7和10AQ关系又小 就是判断一个人的行为 是吧 就在当时的位情况下 你每条街 就像什么情况 做出最好的决策 是吧 然后咱们也是判断一下 每个人 哎呀 不说这个了 都说牌 有点 有点说不行了 说的有点乱了 咱们就是最后集合人的特点 判断进的鲁神合牌 他最有可能做出什么样的行为 保护一下队伍 买一下 45678 买一下 6 6其实TonyG也会发出来 TonyG也会有点 比如67这样的牌 TonyG在这里边 其实TonyG是带着不少试探对方的 这个也要call吗 因为股神 这个注目代表很多的试探性啊 哇 TonyG这手牌啊 这手牌 TonyG打的就是挺奇怪的 TonyG这手牌就是他在试探印度朵成的牌力 但是他又有点试探不出印度朵成的牌力 真的想不到印度朵成的转牌还call一枪啊 要瑞斯来投机啊 TonyG最后就有点阻止朵的意味 应该会弃牌啊 因为印度朵 因为他连续打 我call嘛 哦 送这我的A5两对 看错了 我还以为捂一对呢 我A5两对啊 那我就完全分一错 我以为TonyG已经是捂一对呢 你知道吧 我为什么觉得TonyG打的奇怪 说我看错牌了 他不是打的奇怪 我看错牌 我以为他捂一对就这么打 捂一对就这么打就奇怪是吧 这手牌我看错了 印度朵成86他转牌为什么要call吗 其实他那个牌转牌call不太好 他有两个可以做的决定 一个是 就是 气牌时候 就是气牌啊 一个是那什么 瑞斯啊 他又不相信TonyG 他可以瑞斯的